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继续讲圣经啊 那么上一次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 这个The Lord God said,这13啊,那么我们先讲讲14啊 14讲,The Lord God said to the serpent 那么同学们,这个 这个Lord said to the serpent是一首歌啊 或者是一首诗啊,一个poem嘛 那么,那么同学们这里啊,他插了一张图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张图啊,The Descendants of Adam According to the Yahuwistic source 这个是Genesis第四章啊,第四章是Adam 那么我们再处理介绍一下 Adam,Adam下面是Abel,Seth,Cain 那么这个是他的后代啊,同学们 那么,The Descendants of Adam According to the Prisley source Genesis第五章的啊 那么同学们,这个Adam就这么下来 那么同学们,这里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说这个Yahuwistic source是民间的 民间的那种Yahuwistic我们不查了 到底是哪一个source啊 这个呢,我们不查,大家再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右面呢,这个呢,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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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sorry,那个,那个,那个,神,神,宗教的那个,教会的那种来源啊 那么这个是亚当的后代啊,这是亚当后代 那么这个后代,那图你们可以看的话 这不一样的啊,这个,这个,这个sauce不一样的啊 那么这张图呢,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么后面啊 后面就是上帝对那个蛇说啊 Because you have done this Cursed are you among all animals 那么 Cursed are you among all animals and among all wild creatures Upon your belly you shall go and dust you shall eat all the day of your life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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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第十四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的注解啊 第十四的注解啊 十四 十四到十五啊 那么那么我们还要看十五啊 我们两个一起看对不对 我们要两句句子一起 十四十五 sorry 那么so what so what I will put enmity between you and the woman and between your offspring and her he will strike your head and you will strike his heel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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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 这个两个的注解我们来看啊 那么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啊 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啊 对这个蛇说啊 就是说犹豫啊 你做了这件事情啊 那么我 你呢就就被诅咒了啊 我就等于诅咒你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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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蛇被诅咒了 Cursed are you啊 这个是盗装的啊 Cursed are you among all animals 你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啊 所有的野生动物里面啊 你被诅咒了啊 那么你诅咒 诅咒得怎么样 你呢就是说整个你的生活啊 你所有的那个你的整个生活 你会怎么样 你会趴在你的肚子上面走路啊 然后呢你呢会吃那个泥土 那么那么蛇呢 其实蛇不是吃泥土的啊 对不对 那那我们不管了 I will put enmity enmity就是敌意啊 enmity is the state of feeling actively opposed or hostile 敌意啊 他呢就上帝要把那个敌意啊 放到你呢和那个妇女身上 那么什么呀 然后呢就是说 而且他他把这个敌意啊 放到这个蛇啊 和这个女人的身上 而且呢是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引起他的他的后代 女人的后代和这个蛇的后代 相互之间都恨的啊 这个就是敌意啊 那么那么就是 所以呢我们人啊和那个蛇啊 就是世世代代的 世世代代的为敌啦 He will strike your head 那么那个人啊 这个He就是人啊 他那个那个妇女的子身后的 他们呢会呢 要打你的头 我们一般打蛇是打七寸啊 对不对 打你的头 然后你呢会 会咬他的那个脚后跟 咬人的 那么蛇呢就是咬人的脚后跟的 对不对 Heal Heal就是脚后跟 那么这是两句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 14到15啊 14到15是在这里 Here the crow of the snake is linked to the Lord God's punishing curse As a result Later audiences can look to the crawling snake as a reminder of the story and the testimony to its truth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在这里啊 他说啊 他说在这里啊 上帝啊 就是说那个那个蛇啊 在地上爬行啊 是跟那个上帝的惩罚啊 上帝的诅咒啊 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作为一个结果啊 那么后面的那个 Later audiences Later audiences 后面以后看书的人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听众啊 以后的听众啊 然后呢就是说 可以呢就是说 就是说呢把那个 看到那个蛇爬行啊 就作为啊 有一个提醒你啊 或者说一个证明啊 对于这个故事的 这个真实性啊 那么现在嘛 就是那个蛇呢 就爬的 那么作为一个见证啊 就证明啊 证明就是说 蛇是爬的 就是由于这里啊 出于这里的 处处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sorry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注解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 好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 说到14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翻译啊 翻译啊 那么它是 13 几到几啊 14到15 sorry 14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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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到15在这里啊 耶和华神啊 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诅咒 比一切的畜生 畜生野兽更胜 你备用肚子行者 终生吃土啊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 你的后遗和女人的后遗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遗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啊 那么那么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翻译啊 那么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然后呢 那个那个上帝啊 对那个我们说来 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是16的注解是多少啊 16是三句啊 16到19 那么我们得看16到19 16啊 to the woman he said I will greatly increase your pants in a child bearing 那么这个pants啊 pans就是他的臀部啊 可能是啊 a sudden sharp pain啊 pans就是那个痛啊 一种很厉害的痛啊 那么他生产的时候的痛啊 那么他 I will greatly increase your pants 这个pants 这是这么念的啊 pans pans in a child bearing in pain you shall bring forth and children yet your desire shall be your desire shall be for your husband and he shall rule over you over you 那么那么他对于这个女人啊 也有惩罚了 因为这个女的吃了果子嘛 然后呢 他的上帝就说 他说 我要增加你啊 生小孩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痛苦啊 child bearing啊 child bearing就是生孩子 生孩子的那个痛苦啊 然后呢 你呢 在生孩子的时候啊 你会在生孩子的时候啊 你会处在痛苦之中 然后yet 但是啊 但是你的desire 你的欲望啊 是什么 是 那么这句话 有点难理解的 我们等于会看注解 yet your desire shall be for your husband 等于他对他的丈夫啊 又会有欲望 明白吗 然后呢 and he shall rule over you 然后呢 你的丈夫啊 会统治你的啊 那么这里呢 就说 上帝呢 把妇女啊 放在一个重属的地位了啊 那么这个16 好 那么这个17 一共到19了 对不对 17 and to the man he said 然后呢 他对那个男人说了 那么 他对那个男人说什么 because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your wife and have eaten of the tree about which I commanded you you shall not eat of it command you shall not cursed is the ground because of you cursed is the ground because of you in toil in toil you shall eat of it all the day of your life 好 那么那么 那么他对那个 thorns and the seeds is your brain force for you thorns and thorns的刺啊 和那个 thistles啊 什么叫thistles啊 我们看看 a widely distributed hermese plant of the daisy family which typically has prick stem and leaves and rounded head of purple flowers 也是一种植物啊 带刺的啊 这个sistals啊 所有的跟sistals 都是带刺的 就是说 it shall bring force for you and you shall eat the plants of the field 然后呢 你会那个 吃那个 吃那个 植物啊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bread until you return to the ground for out of it you were taken 然后是 you are dust and to dust you shall return 啊 那么好 那么那么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我们看啊 从刚才是 从那个 那个 you shall desire shall be your 那么 这里是六 对不对 他对那个女人说 那个pain 对不对 然后这句 yet your desire shall be your husband 那么这一句呢 我们等一会儿再看啊 注解里面 and he shall rule of you 然后呢 17 然后他对那个男人说啊 上帝对的男人说 因为啊 你呢 听从了你的 你的气质啊 你听从了你的气质 然后呢 吃了那个树的 那个果子啊 那个果子呢 我呢 命令你啊 你不应该吃的 等于说 我命令你 我commanded you 不应吃的 you shall not eat eat of it 然后你吃了 然后呢 就是custard is the ground because of you 那么那么那么什么 那么那么这个大地啊 就就被诅咒了啊 他说由于你啊 这个大地啊 被诅咒了 那么这个呢 有有有那么一点 这句啊 有一点含糊 我们等会儿再说 为什么 因为你啊 因为你吃了这个东西啊 这个大地 custard is the ground 大地被诅咒了 然后呢 你呢 会怎么样 你呢 会吃 吃那个大地上的 吃那个大地上产的东西 等于说 intill intill intill就是你要劳动啊 你要辛苦啊 intill就是那个work啊 work extremely hard 那个劳作啊 你要劳作 然后呢 you shall eat of it 你要吃那个大地上面的 呃 产生的植物啊 等于说啊 所有的你的生活啊 你的生活就是要吃的那个 呃 呃 你自己啊 劳动出来的东西啊 等于说这个意思啊 然后说 thorns and the 呃 custles啊 呃 it it shall bring force 回啊 那么 那个大地啊 这里的 呃 这个是应该是大地啊 大地啊 会给你带带带来 那个刺的那个植物啊 啊 呃 等于说那你劳动的时候 你你你你你到处都是脚上啊 这么的 你要踩上那个 刺啊 sons and the cistles啊 啊 那么那么 那么要要刺你的 and you shall eat the plants of the bread 那么你会啊 要吃那个 呃 田里面的那个植物啊 然后是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the bread 然后是 你呢 要要会吃那个面包啊 啊 然后是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啊 等于说啊 那么这个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这个这个也有点问题啊 为什么叫 等于说你脸上是满头大汗 你在吃那个面包啊 你会满头大汗 等于说你很辛苦啊 那么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until you return 一直到啊 你回到大地啊 因为啊 for all of it you will take 因为啊 你是来自于大地 你是我用那个土啊 做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呢 你是那个成土 然后呢 to dust you 你会最终啊 回归于成土 那么他就 这里啊 他就是摩托了 那个亚当啊 他就是摩托了 就是 亚当人啊 要死的 等于说 你现在就要死了 原来他不死的 原来他那个里面 有生命之数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首先来看这个注解 18到19 sorry 16 hebrew the cloud 16到19啊 16到19 16到19 但是这个20没有的 然后是21啊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 16到19啊 这个注解 16到19 20少掉了 16到19 whereas God's curse of the snake Pace and man 那么稍等一下 好 同学们 这个注解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一句 Where God's curse of the snake and a man both started with judgment for what it did God's speech to the woman merely describes her future fate and a lack of the word curse 好 那么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 上帝他在诅咒那个人和蛇的时候 他都由于他们的行为 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他们行为的一个评判 等于说他们做了坏事情 所以上帝要诅咒他们 对不对 然后但是上帝对于妇女的讲话里面 仅仅是提到了描述了他将来的命运 仅仅是提到了他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没有那个词 客死 等于说在上帝对女人的惩罚里面 他没有那个诅咒的那个词在里面 然后后面他说了 然后这两句一起说说 那么这一句什么意思 这一句比较难理解 等于说就是说上帝现在让那个女人 在生孩子时候痛苦 这件事情他这里 他说上帝并没有就是说从前面的那个女人 生孩子 等于说上帝在对他惩罚以前 那个女人好像也会生孩子的 也会生孩子 而且呢也应该呢也会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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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子非常难理解 就说他现在 上帝现在对于那个女人的惩罚 他并没有引进了一个新的状态 并没有让那个女人处于一个新的状态 这个新的状态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前也能怀孕生孩子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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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现在呢等于说 他这个新的状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以前啊 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上帝给他惩罚以前 这个女人啊生孩子 也是生孩子的 但是呢他以前的生孩子呢 是没有痛苦的 那么现在呢 等于说 要痛苦了 是这个意思 等于说 这里啊 他说 他呢 并没有让这个女人啊 有一个新的状态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并没有 上帝这里的那个话的意思啊 并不是说 以前啊 那个那个那个生孩子的女人啊 以前生孩子的女人啊 就是说是不痛的 没有痛苦的 那么现在呢 生孩子呢 是痛苦的 并不会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后面那么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后面那么是怎么回事啊 in fact in fact 他翻译成痛苦啊 在生孩子的事 就是痛苦啊 他说 may refer啊 可能啊 可能是指啊 可能是指什么 他的 他的无止境的怀孕 他这个痛啊 是无止境的痛 等于说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后 他要痛苦一次 然后呢 他还会生孩子 还会怀孕 怀孕了以后 你还要生孩子 等于说 他是不停的在劳力啊 toy 那个引号 这里有个引号啊 这个引号是toy 不停的这么劳力 去生孩子 那么那么 这个呢 就像那个男人啊 那个男人就亚当啊 亚当是被诅咒啊 被诅咒是什么 不停的在田里面劳动啊 要那个food product 不停的生产东西啊 要不停的劳作 要搞到食物 吃啊 种植啊 那么这个两个呢 是他的实际上 这个女人的 这个pain的意思啊 这个女人生孩子的pain啊 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啊 以前生孩子 女人生孩子 不痛的 现在是痛苦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啊 就是说 他可能是指什么 他可能是 他让女人啊 不停的怀孕啊 明白吗 然后 那就他不停的痛苦啊 他就像那个亚当 在不停的劳动一样的 就这个呢 就是啊 那么后面这个 后面这一卷 后面这一卷 The man's rule of the woman here is the tragical reflection of the decision 那么这个 那么后面呢 那个上帝啊 要叫那个男人啊 统治那个女人 那么在这里啊 他说这一个悲剧性的一个反应 反应什么 反应了一开始啊 男人之间 男女之间的一种联系啊 就是瓦解了 就是说 一开始上帝创造男女的时候啊 他上帝的本意啊 是让他们平等的啊 让他们平等的 但是呢 由于他们两个人破了规矩以后 那个女的吃了这个 禁锅以后啊 那么那么这种平等的这种 一开始的平等的这种关系啊 就就打破了 disintegration啊 就是闪架了 打破了 打破了以后呢 那现在呢 就就非常的悲剧啊 这是一个悲剧啊 就是男人啊 要统治成女人啊 那么那么好 这个注解 好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得回过头去看这个翻译啊 回过头呢 我们再去看这个翻译啊 就有点明白了 because you have done this cars are among others and among all the white creatures upon your belly you shall go 这个是对蛇说的 sorry 我们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这个十六啊 so you told the woman he said I will greatly increase your pains in childbearing in pain you shall bring forth 你看到没 他说他要增加 他的痛苦 生孩子的痛苦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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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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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那么我们 他是增加 这里用了一个增加 那么这个增加呢 什么意思啊 那么那么我们又得回到那个注解了 我前面又讲错了 这一句啊 这一句话非常难理解 it is not introducing a new state where previous procreative women will now bear children only in pain啊 就是说仅仅是在那个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我前面讲错了 说明了前面的那个女人啊 生孩子啊 也是痛苦的 啊 就是不仅仅 那么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仅仅是痛苦一次啊 就是他就不停地让那个女人痛苦啊 哎 明白吗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他等于说是 同学们他这句句子写得非常的绕口啊 非常的难懂啊 那么 it is not introducing a new state where previous 以前的那个 women啊 will now bear children啊 will now bear children only in pain啊 仅仅在那个那个痛苦里面 那么那么 那么根据这个意思呢 等于说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原文啊 原文I will greatly increase your pain in 这里啊 我要要要要大大的增加你在生孩子的时候的痛苦 啊 那么child bearing呢 这里呢 你可以说是生孩子 也可以说是带孩子 你你你你你你不仅仅是生产 怀孕啊 生产 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就就从生产一直到把孩子带大 这个呢 就就包括这个痛苦在里面啊 明白吗 那么同学们 这个child bearing啊 那么child the positive giving birth 那么就是生孩子 这个child bearing 我们字典里面就是生孩子 那么其实呢 child bearing啊 你你不仅仅可以说是生孩子 你带孩子啊 也可以是child bearing啊 那么 那么我们查一查 那child bearing啊 有没有带孩子的意思啊 字典里面我们要查一下啊 child sorry bearing child bearing啊 child bearing offerating the process of conceiving being pregnant and giving birth 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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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那同学嘛 就说整个这个过程啊 一直从怀孕到到小孩出生啊 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叫child bearing 那么那个带孩子没有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我我前面说的不对啊 child bearing就是生孩子啊 从怀孕一直到那个生产啊 这个这个过程呢 叫child bearing 那么那么上级现在怎么样 要greatly大大的增加你的那个那个生育的那个痛苦 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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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大大的增加 那么就是说 in pain呢 you shall bring forth children 看到没 这个children同学嘛 这里他用的是佛数啊 他用的是佛数 那么就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啊 在痛苦当中啊 你要不停的生产 不停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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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你痛苦啊 就是说你你你你你 小孩生了一个以后 过一段时间你又要生一个小孩了 又要痛苦了啊 那么这个呢 就相对于亚当后面的 后面说到的亚当的这个事情啊 那么我们再看后面啊 那么那么这一卷 it your design shall be for your husband 那么但是啊 这里的it应该是转折啊 那么那么就说你你你你你这个痛苦 你呢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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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么就是如果妇女啊 如果她既然有这个痛苦以后 她那个妇女啊可以选择不生孩子 对不对 哎是不是 我既然我这么痛苦 不停的每每一次生孩子都要痛苦 那么我就不生孩子了 那那那怎么的啊 对不对 你拿我没办法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上帝又给她套了一个紧箍咒 it your desire shall be for your husband 但是啊 你对你的丈夫啊 你有欲望 啊 明白吗 你你要跟他有有有有这个欲望 你要跟他有发生性关系 啊 所以呢 你有这个欲望呢 你呢 没办法 你你等于说你你你有了欲望以后 你必然会带来小孩 必然会生孩子啊 你你你逃不了的啊 这句 yet your desire shall be for your husband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啊 你你没办法啊 你有欲望 对你的丈夫啊 你有欲望 所以呢 你要去跟他 呃 这个发生性关系 那么发生了性关系呢 那么生小孩这件事情呢 你就免不了了啊 那么你就痛苦了啊 对不对啊 好 那么大家明白 这个yet啊 your desire shall be for your husband 那么我们解释清楚了 对不对啊 好 那么后面啊 and he shall be rule of you he shall rule of you 这个要知道 然后and to the man he said 然后啊 他说啊 to the man he said 他对那男人说了 because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your wife and have eaten of the tree about which cursed is the ground because of you 那么那么那么 就是说 由于你这个行动啊 because of you 那么那么 这个大地啊 也受诅咒了 然后怎么个诅咒 这个大地啊 就是说 你的一生啊 都要在这个 劳作啊 intoy you shall eat 你会 你啊 在一生啊 都会在那个地上面啊 劳作 然后呢 你呢 吃那个 吃那个他 生产 你自己是 大地上面 生长出来的植物 啊 生长出来的东西啊 you shall eat of it 这个it is the ground 啊 对吗 这个it is the ground eat of it 这个eat of it呢 就是说 你是这个ground 长出来的东西啊 然后呢 你要 你要劳作 intoy you shall eat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你的一生啊 都要这样 然后呢 就是说 那个大地啊 那个地上啊 会给你带来什么 给你带来刺啊 你在劳动的时候啊 你的脚啊 它是光脚的 对不对 亚当一开始 人类劳动的时候 都是光脚的 不穿鞋子的 我们现在那个 在乡下那些农民啊 到田里面去啊 也不穿鞋子的 对不对 都是光脚的 那么有刺啊 有刺的植物啊 然后呢 you shall eat the plants 你呢 要吃那个 那个田里面的 种出来的植物啊 然后后面啊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the bread 然后呢 你呢 会吃那个面包啊 面包呢 就是说 在你满 那个那个 满脸 都是汗的时候啊 你呢 呃 吃那个面包 那这句 应该是这样 然后呢 直到啊 你呢 回到那个土地 回到 直到你死 等于说 你回到 你原来的 那个状况 因为你是从土 我是把你 从土里面 捏出来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看 十九啊 这里没有啊 十六到十九 就这样 那么后面呢 他没 这个注解里面 没说 那么基本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那么 这里呢 唯一有一句 呃 就是说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the bread 那么这句 稍等一下 我查一下 网上啊 好 同学们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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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这个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是一个 一个谚语啊 像谚语一样的 那么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实际上网上呢 是这个啊 by the sweat of one's brow brow就是眉毛啊 眉毛上面出汗 那么 那么 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by hard work啊 就是说 有努力的工作啊 努力的劳动啊 as in th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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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figure's usage appear in the bible Genesis啊 你看到没有 where Adam's punishable for eating fruit in the is in the sweat of the face shall thou eat bread 那么就说 that is he will have to work for his bread or living啊 就是说 那么就说 你的工作啊 你的努力的工作啊 for your bread 要你的生存啊 那么那么就这样 you shall eat bread 就是你生存啊 you shall eat your bread 你会 你啊 将要吃面包啊 那么吃面包 就是你要活着啊 你的生存啊 你得通过什么 by就是通过啊 通过什么 the sweat of your face 那么这里呢 是sweat of your face 那么我们那个谚语里面 是sweat of the 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 那么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by the sweat of your sorry by the sweat of your of your of your face 就是那个 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 就是你 你得努力工作 你才能活 you shall eat bread 就是你要活着 有不停的工作啊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这个大家明白了 这一句就明白了 然后呢 就是说 直到怎么样 直到你 你回到那个大地 然后呢 因为啊 因为你是从那里出来的 然后你是成土 and to dust you shall return 那么好 那么这一段呢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一段呢 上帝呢 就是把他们都惩罚了一遍 那么我们看这个 sorry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翻译 我们是 sorry 我们是14 对不对 14一直讲到 讲到19 那么我们看14到19的翻译 那么就是说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诅咒 比一切的错生和人 你必须用这种生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别于我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他后面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增加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 你必 恋慕你丈夫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丰富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 受诅咒 你别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 井翅和什么什么 带翅的东西 这个我也不认识 这个单词又不认识 井翅 地必给你长出井翅和 和什么吉利 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树 然后是你被汗流满面 柴的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成土 人要归于成土 那么这一段就是这个翻译 那么 这个翻译呢 我们就不去多追究了 对不对 就麻麻糊糊 那么这里就是说 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说 惩罚 他们两面对每个他们做的事情都进行了惩罚 那么这个惩罚呢 稍等一下 那么这里有一个A 主角 我们再看一下 A A是 All to Adam 那么这个Man 那么这里也就是 To Adam 那么有的版本 这里呢 就是Adam 那么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 New Revised 那个文明 是怎么回事 16 And the Lord condemned the man say you are freely eater of everything 稍等一下 这个是 那么我们是 Genesis是3了 对不对 3了 稍等一下 And to the Adam Because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voice 那么我们看看 14 从这里 从这里 14 The Lord God say to the serpent Because you have done this Cursed are you Cursed are you Above all cattle And above all ones Upon the belly I shall go I will put Amity Sorry I shall put Amity 这个也一样的 To the woman He said I will greatly Multiply 这 increase 才是multiply Multiply your pain In childbearing In pain You shall bring forth Children Yet your desire Shall be For you Yet your desire Shall be B And he Shall lose 然后他对亚当说了 And to Adam He said Because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voice And I have eaten of the tree Which I command You shall I need Cursed is the ground Because of you 那么这一句 他说 这个一样的 就说这个大地 由于你 也遭到了诅咒了 那么这个 遭到了诅咒 那么这个诅咒 就是 就是 大地 也遭到了诅咒了 那么这个诅咒 大地 等于说 这个大地 你得劳动 它才能长出 那个植物来 如果不劳动的话 原来这个大地 可能它是随意的 长出这个 可以吃的东西来的 不用你劳动 那现在呢 因为它大地 受到了诅咒以后 如果你不劳动的话 它就不会 长出果子来 就这个意思 Till you should eat the order of your life As long as any you will eat the plants In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the bread Until you return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讲清楚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 我们看这个 后面二十 那么这个二十 应该到几 二十 我们看注解 二十 二十没有的 二十没有注解的 然后是二十一 对不对 二十没有注解 二十一 二十 我们看二十和二十一 两句一起看 二十是 the man named his wife Eve 夏娃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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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she was the mother she was the mother of all living 因为啊 她呢 这个女人啊 是所有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人类啊 活着的 那个人类的 所有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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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她的 她们的母亲 所以呢 她叫Eve 那么 那么肯定这个Eve 跟这个 这个mother有关系的 然后是 and the Lord God made garment of skins for the man and for his wife garments of garments of skins 皮啊 跟他们做皮 皮衣服啊 然后 and close them 上帝跟他们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 二十的注解 二十和二十一 那么 二十二十一呢 这个注解 后面就是 the provision of the fear that the human would have their eyes 这个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个二十一呢 没有专门的注解 二十没有专门的注解 只有这个二十一啊 那么这个二十一 我们看一下 二十一是 The Lord God's replacement of the humans stitched together the figure loin cloth with the full body skin tunics 就是garments tunics就是garments 应该说 the tunics就是skin tunics 皮衣服 is the divine recognition of the complete transition through gaining wisdom from childlike innocence to adulthood 那么 这个注解是这样的 就是说上帝啊 把他们的那个 用那个植物啊 叶子啊 做成的那个 loin cloth 那个做成的一片一片的 那个就是比较粗糙的 缝起来的那个衣服啊 现在呢 把它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了一个 一个 full body skin tunics 就是说 取代了一个 一个整个 能够覆盖整个 身体的一个 一个服装 皮 皮的那个服装 那个那个皮 皮呢是可能是瘦皮啊 瘦皮做的那个服装 这个呢是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呢 就是说明了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转换 就是说这个上帝啊 承认了 承认了这个人的一个完全的转换 通过啊 这个转换是什么 那个人类啊 获得了智慧了 然后呢 从一个像小孩一样的乌子啊 到一个成年人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他呢 等于说 因为他们获得了智慧以后 他们已经完全是跟以前不同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那么上帝就觉得 啊 要给他们换衣服了 不能穿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用皮 那么定起来的那个衣服了 不是不是皮的 不是用植物的那个叶子 那搞起来的 那个粗糙的 要给他们换上 皮的 衣服了 而且是full body的 蓋上整个那个身体的那个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注解 好 那么 我们看 这个 那么 那么这里面 有一个注解 我们看看 in Hebrew Heve remembers the word for living Heve就是 像啊 他说在希伯来语里面 这个Heve啊 就是像那个 那个词啊 是活的那个词啊 活的那个词 叫义武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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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注解 好 那么我们看看后面还有一个笔 For the man skin for the man and his wife 这个man也有一个注解 Adam 这个man就是Adam 但是呢 同意嘛 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啊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说这个人啊 the man啊 这个人啊 给他的那个妻子啊 取名字叫义武了啊 在这个时候呢 义武有了名字了 但是呢 现在问题还有一个亚当啊 亚当好像还没有名字啊 for the man 还是man啊 尽管别的那个那个里面是 是是是是 称他是Adam啊 但是这里啊 我们这里啊 还是 他还是 the man 还没有取名字 但是呢 我们这里知道 这个 夏娃 有名字了 有名字了 because 因为啊 因为他是 所有的活着的东西的母亲 所以呢 叫他是夏娃 那么这个字呢 在希伯来语里面是 living的意思 那么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我们看看 那个版本啊 the man holds his name his name Eva because he was a mother the man called his wife's name Eva 好 那么 那么 and the lord made Adam made for Adam and his wife gummit of skin and close them 那么 那么这个啊 那么我们看看这里啊 20到21 这个翻译啊 亚当给他妻子啊 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也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 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啊 做衣服给他们穿 那么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 这里呢 就是说 for the man for his wife and the clothes 把他们穿衣服啊 这个这个衣服穿上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22 22到 23 有个注解 那么我们这两句看 22 23 那么这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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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him forth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tell the ground from which he was taken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上帝啊 然后说 他说你们看啊 他这个话好像是对着别的众神来说的 然后 The man has become like one of us 我们这个上帝的那个众神啊 这个上天的神里面的一员 这个人看上去 就像我们一样的 他也知道善恶了 然后呢 现在他也许啊 他说 他也许啊 那个这个人啊 这个就是这个亚当啊 亚当啊 也许啊 会伸出他的手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去拿那个生命自受的果实 然后吃那个生命自受的果实 然后呢 他就 他就永远的活了 他就不会死了 那么 那么上帝就就发现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呢 因此啊 怎么样 上帝呢 就把他驱逐出去了 sand him forth 从这个伊甸 把他送出去了 sand him forth 把他送出去了 送到哪里去啊 去 耕田了 to till the ground till the ground 就是去种地了 让他去做农民了 就下地了 让他去下地了 from which he was taken 这个地上啊 他是从这个地上来的 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 sorry 就这个意思 那么好 我们 我们来看这个注解 22-23 这个注解也蛮长的 as elsewher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humans here are depicted as having a brief opportunity for immortality the lord god's fear of humans becoming godlike records the snake's assertion in the term us assertion in sa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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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us probably refer to the heavenly quarter god's speech to this quarter clarifies that the human gaining of godlike wisdom meant that the god would send them from the garden permanly preventing their immortality so that they now will certainly die as god predicted in 2.17 at the same time god's sending them from the garden means that the absence of humans to till the ground noted at the outset of creation is finally addressed sending them from the garden means that the absence of humans to till the ground noted at the outset of creation is finally addressed 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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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嘛 这里啊 就是说 他说 在这里啊 就像别的地方 在近东的那些 别的地方 那个 那个 传说 就说 那个人啊 在 别的 有别的描述 跟这里一样 就说 那个人啊 被描述 是什么 比方说 有一个暂短的一个机会啊 不死的机会的啊 就说明他 因为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那个上帝不把他赶出去的话 他吃了那个生命的果子啊 他就不死了 然后呢 就搞得 那么 上帝啊 害怕 害怕这个人啊 就像他们上帝一样了啊 God like 然后呢 就说 这个呢 就是 跟什么 这个呼应啊 跟这个相应啊 相应就是说 让我们回想起什么 回想起那个 snake的 事情啊 在3.4 第3节的 第3章的 第3章的第4节到第5节啊 那么 那么这个snake的事情 在第3章的第4节和第5节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 第3章的第4节和第5节 那么我们要看第4节到第5节 那个蛇怎么说的啊 but the servant says you will not die for the God know that when you eat of it your eyes will open and you wi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那么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 sorry啊 这个就是说 那个蛇啊 蛇说他们不会死的啊 那么上帝就害怕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他们 他们要要要要吃那个那个啊 sorry 在这里啊 fear of the record 那么那么 那么就是让人啊 想起了山的 那个蛇说的啊 那么上帝就害怕这个东西 蛇在3.4到5里面 他说了 你们不会死的 就是说 好 然后呢 后面啊 后面 the term us probably refer to the heavenly court 这个大家明白了 我刚才说 就是诸神啊 他对他别的神说的 这个 heavenly court 就是那个原子啊 就是上帝 上帝他们待的地方啊 上天的一个一个原子啊 一个大家那个神啊 待的地方啊 那么 那么 God's speech to this court 那么那么那么 上帝呢 对这个原子里面 他们就众神 说的这个话啊 就是说 clarified 什么叫clarified 就是那个搞清楚了 澄清了 澄清了 澄清了什么 就是说 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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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澄清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上帝的 对他们说的这番话 就澄清了什么 澄清了 人啊 就是说 他获得了 一旦获得了智慧以后 就意味着呢 就是说 上帝啊 会啊 把他们啊 赶出这个 伊甸园 就你一旦获得了智慧以后啊 就会赶出了 伊甸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永远的阻止人类的不死 那么上帝原来的宗旨啊 就是说 他造人啊 就是要人啊 要死的啊 那么 目的是为了什么 so that they now will certainly die as God's prayer 那么就是说 在上帝啊 在第二章的17节里面啊 就是预示的啊 他那个第二章第17节 已经预示了 人要死的啊 所以呢 在 那么既然他在 第二章的第17节里 预示了 人要死了 那么你现在获得了 那个智慧以后 你如果吃了那个 那个那个果子 生命之树的果子以后 你就不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预示着 就要搞清楚 就是什么 在这个 这个情况下 上帝啊 必须把他们 赶出这个原子啊 那么就是反过来说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两个人啊 就是不吃那个 智慧之果 智慧果实的话 那么上帝啊 不一定会把他们 赶出这个原子的啊 明白吗 就是有这么一个 意思在里面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因为他们吃了 那个他们接下来 还要吃那个 生命之 自受的果子啊 那么就不死了啊 那么 那么就这个事 然后后面 后面是 at the same time God is sending them from the garden men and the absence of humans to tear the ground noted that all self-creation is not fully addressed 那么就说 与此同时啊 与此同时啊 这个上帝啊 把他们赶出这个 一点啊 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前面啊 在2.55里面啊 他刚刚创造的时候啊 to tear the ground noted that is fine 就说明 that the absence of humans 就是说上帝 刚刚那个那个 那个创造那个 那个世界的时候啊 在2.55里面啊 他因为没有人啊 来跟耕地的啊 没有人来来来来 来耕地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个问题呢 他现在呢 已经得到解决了啊 finally addressed 又解决了 你现在呢 就是上帝呢 把人啊 送到大地上面 让他们耕地了啊 要不然呢 就是说 上帝一开始 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 那个大地啊 没人耕种的啊 因为人海 跟上帝一样 在那个伊甸园里面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问题 一开始上帝创造了 创造这个世界了以后啊 就是有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大地啊 创造了这个大地以后 这个大地没人耕种的啊 没人没人管呢 等于说 那不行啊 那怎么 那么在这里呢 上帝呢 把人类啊 赶出这个伊甸园 然后呢 把他们 把他们放在这个大地里面 那么让他们劳动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注解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 sorry 那么我们看 我们看一下 到23 做出伊甸园 一直到23 在这里 这里 以后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我们就指那个诸神啊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身手 又在生命树的果子次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 出伊甸园去 耕种他所 所自 耕种他所自措自土 耕种他所自措自土 那么就这个意思 这个里面的翻译啊 这句也有问题啊 耕种啊 耕种他所自措自土 就是他 他是从土里面出来的 那么上帝现在呢 叫他呢 去耕种这片土地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这里也比较勉强 我们也不多啰嗦了啊 好 那么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么后面呢 就是说 那么最后一个24 那么这个24 he drove all the man he drove all the man and at the east of the Garden of Eden he placed the he placed the cherubing cher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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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cher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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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ind angelica being describing in biblical church as attending on God it is represented in ancient middle as a lion or ball with the eagle's wind and a human face and regarded as an angel of the second highest order of the cherub represent of a cherub in a typical as a healthy looking child with wings represent of a cherub in the art a beautiful innocent looking 那么就是一个天使 那么这个 cherub 是一个天使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看 稍等一下 我们要查一下 稍等一下 同学们 这个 cherub 这个 cherub 是那个 天使 富庶 这个 cherub 是富庶 是 cherub 的富庶 这个叫 cherub 就是天使 一个天使 那么 cherub 就是一群天使 那么 那么 好 那么我们来 回过头来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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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那么 他 把这个 男人 其实他 跟伊瓦 一起赶出去 他们两个 都赶出去了 那么 他赶出去了 然后 在那个伊甸园的东面 他就放上了 放上了 cherub 等于说当警卫了 place cherub and a sword 有个剑 这个剑是燃烧的 这个剑又冒火焰的 anatonia flaming anatonia 这个剑 而且是在不停的 转的 然后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to guard the way to guard the way to the tree of life 然后呢 他是守卫在那个 通向那个生命之术的 那个路上的 这个路上呢 就说 他放了剑 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和天使 然后呢 就是说 不让那个 不让别人啊 去去吃那个生命之术的 那个果实 就不让人啊 不让人类啊 去吃这个生命之术的果实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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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注解 24 24 24是这样的 24 他是让我们参考啊 这个Zek 参考Zek的这个 那么我们不去参考 我们讲 The last Echoes of Temple Imagery The last Echoes of Temple Imagery See Nego Ac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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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The cherubin are composite wind wind creatures like the half human half lion Sphinx of Egypt representation of the Guarded Sanctuary is like the one in Jerusalem Othema representative the gate to the garden of it is in the east like the processional gate to the temple 那么 那么同学 这里呢 就是说 他说 让我们参考 这个Zek 里面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一个最后的 一个呼应 呼应 这个庙语的 那个形象 的呼应 就是出现在这里 那么好 那么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 我们要去参考 这个东西 才能知道 这个Zek 这个里面 才能知道 他这个里面 的呼应 这是庙语 这个神庙 神庙的形象 的一种 一种最后的呼应 出现在这里 他说 然后呢 他说 这个天使 是 是 comptor的 复合的 这个 comptor是复合的 什么复合 他是那个 有翅膀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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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是半人 半狮子的 那个 像 like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有翅膀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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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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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使 然后呢 他说 就像 那个 就像 那个 一 埃及的 那个 师生人面 像 就像 那个 师生人面 的 然后 后面 他说 representation of them 就是 他们的 一个 代表 就说 他们的 代表 就是 像 他们的 像 这个 这个 像 这种 天使 God 的 三 像 那 那么 就是说 在 在 这个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 圣地 Santuary 就是 圣地 耶路撒冷 圣地 都有 这种 像 等于说 是 看守 他们的 那么 这个呢 同学们 要到 耶路撒冷 去看 那个 Santuary 现在呢 那个里面 有这种 代表的 有这种 树像 或者 代表 就代表 像这种 Cherubin 就是这种 天使 就像 古埃及的 师生人民 像那种 东西 天使 是守护的 守护 那个 圣地 那么 在 在 耶路撒冷 里面 就有的 The gate to the garden is in the east 那么 他说 这个 伊甸园的 门 是在 东面的 就像 Processional gate 就像 耶路撒冷的 那座神庙的 那个门 Processional gate 什么叫 Processional gate For all used in religious ceremonial procession 那么 就是进去的 那扇门 就说 你 那个 Procession 就是 你走过的 那扇门 等于说是 你宗教仪式里面 你要走的 从一扇门里面 要走进去的 那扇门呢 神庙里面的 这扇门 叫Processional gate Processional 就是走的意思 就是走的意思 就是说 举行那种仪式 宗教仪式的时候 你要走 走过那扇门 这扇门呢 就 等于说 伊甸园的门 就像 那个 耶路撒冷的 那个庙宇的 那个门 明白吗 这是 这个意思 好 那么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翻译 最后一句的翻译 第三章的最后一句 于是 把他赶 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面 安是鸡鹿啊 鸡鹿白啊 Cerubin他说 鸡鹿白 东面安是鸡鹿白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剑 要把手 要把手生命树的道路 你看到没有 那么 那么同学们 这里啊 这里这个Cerubin啊 他没有翻啊 东面啊 安是鸡鹿白啊 他把Cerubin翻成鸡鹿白 Cerubin是天使啊 天使的一种啊 那么他 他就把它称成鸡鹿白 那么那么 那么也就鸡鹿白了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鸡鹿白是天使啊 安装了 安是了 他放上了那个天使啊 守护啊 守护 然后还有剑啊 那个那个转动 会发火焰的那个剑啊 然后呢 守住那个 生命株数的那个通道啊 那么这样的话 就没人能够去摘那个生命株数上的果子吃了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看后面 它是应该是 第四了 第四章了 创世纪的第四章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第三章呢 已经 已经完全 讲完了 那么今天这一刻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